大家好,我是央视社会运法频道,荣媒体现场栏目记者 一起备受观众的杀人案即将在我身后的这家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2018年2月15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在距离此地不远的南正县 一个小山村里,王家父子三人被同村一个叫张寇寇的人持刀杀害 一辆汽车被烧毁 前不久,汉中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务罪 对被告人张寇寇提起了公诉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那么庭审情况如何,法庭最终又会如何宣判呢 请看来自现场的报道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张寇寇报警 2019年1月8日上午9点,被告人张寇寇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务一案 在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现在查理被告人张寇寇的身份 于2018年5月25日,向南郑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据公诉机关指控,1996年8月27日,因邻里纠纷,张寇寇的母亲汪秀平被同村村民王正军伤害至死 同年12月5日,王正军被判处有机徒刑7年 2018年除夕之日的中午,被告人张寇寇迟导统刺王正军 王正军父亲王自新,大哥王孝军身体要害部位,至三人死亡 随后,张寇寇又泄愤烧毁了王孝军的车辆 案发后第三天,张寇寇到公安机关投案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寇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杀人后,故意焚烧他人车辆,造成财务损失数额巨大 其行为又构成故意毁坏财务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 下午17点,法庭对此案当庭进行了宣判 宣判后,张寇寇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服 当庭表示上诉 当庭表示不服公民福建训 入户 比刀 四